經過了遊場暑假大約九月份之後 碑斯省的中小學以及大學生都已經重新投入校園生活當中 家長和子女的作息時間亦需要作出調整 除了子女的在學成績和學習態度之外 他們的身體以及心理健康 近年亦都成為了家長十分關注的議題之一 時事平台星期日晚8點35分 我們會和大家一起討論這個議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